他是菜场里的作家 用包装纸记录灵感 出书登上热搜 菜市场跟人聊天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偶然的灵感 他就写成其中的一个人物了 贴近生活 直笔描摹人间百态 他在喧嚣中保持清醒 往后也要坐老早坐了 从来不坐往后 历经坎坷 他和儿子互相依靠 用写作温暖人生路 你说孩子大了 知道感恩妈妈了 知道来帮助妈妈 你觉得世上还有什么事情 比这更美妙吗 我的妈呀 昨天有红烧肉跟沈炒个包丁菜 因为他早上去上学 就早上当中饭吃了 他现在不是长大了吗 一星期回来一次 说实话 娘俩相处的时间也是一点一点变少 所以星期天我就不着急去做生意 能点饭 吃吃娘俩说个话 把她送走了我再去 今天范围有点晚了 我是摆半天的摊 然后打桶 打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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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季节加一些印记的东西 到夏天就变成苍蝇拍 蟑螂药这些 那你哥哥给打药了 那你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生意 更多的是朋友都很熟了 你人在赚钱的赚钱 有时候我情义也在的 我的妈呀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大家好我是斯文佳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 宁波 余瑶 梁弄菜场 为什么会选择在菜场见面呢 先看一下这位妈妈的关键词 菜场里的作家 人间清醒 跟着蜜蜂去旅行 手里还有这两本书 看来这个妈妈和文学有关 出发去找一找 我想问问看 你知道这两本书是谁写的吗 是 在哪里啊 它就是这边或是小车的 它大概在哪里 能给我吃一下吗 我们在边或去 你好 你好 我是我的妈呀斯文佳 我是陈慧 你好 你好你好 陈慧今年46岁 写作《十年》出版了两本散文集 被称为菜场里的作家 每天上午 她是推着小车 在余瑶市凉弄菜市场 卖杂货的流动摊贩 嗓门大 皮肤幽黑 和谁都能热情地聊两句 而到了下午 她则是在电脑前自由创作 用文字化解生活不一的作家 在陈慧的第二本散文集 《世间的小儿女》中 她曾经这样生动地描绘过 她的写作状态 很多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我只是像一朵黑乎乎的香菇一样 端坐在我位于小溪边的三间房子里 慢吞吞地写着我想写的文字 一天 一月 一年 然后好几年 2021年 世间的小儿女入选浙江好书宝 她也凭借着双面人声 一举登上热搜 摊贩 作家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是如何在她身上无缝衔接的 要去恒生的文字背后 又有哪些打动人心的故事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本书讲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这两本书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 我菜市场所见所闻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偶然的灵感 她就写成其中的一个人物了 怪不得 我看到你这儿还有一本本本子 蜜蜜蜜蜜写的都是什么呀 那有时候 比如说两个大妈在我旁边聊天 或者说 那你在吵架 那我回去看一下 我认为有价则有意义的 那它可以成为我的素材的 这个都记得小细节 比如说那天有一个大姐 她到菜市场来买了好大的一袋饼干 她说我家的老先生半夜要吃 我其实也挺好管闲事的 那我就会跟他聊 我说你这半夜吃这么一朵不好 这习惯 然后这老太太她就会说 我给他吃 虽然看起来不健康 但是她的要求被满足 她觉得自己被重视 有人宠着她 她可能身体更健康 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们透过这件事情 去看到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个本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我以前是写在包装上面的 像这种包装纸 因为以前写在包装纸上面 它在蹭来蹭去它要掉色 就搞了一本专门的本子来记录 现在看来真的是很珍贵的手稿了 那你在菜市场工作的当中 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印象很深刻的 我觉得其实都是跟书籍 跟阅读有关系 有一个六十多岁 好像在我们这边党校的 做图书保管员 我的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 她都看过 是你忠实的读者 就是她自己家里的一些 比较老旧的书籍 还拿过两本过来给我 而且我这个两本书 去做读书会的时候 她平时穿的也很随便 但是那天她穿的西装革履的 然后去的时候还下雨 还没赶上公交车 我就觉得挺感动的 大家对于文学的热爱 让你们之间有更多的语言 对 这种是没有任何杂质 没有功利性的 还是很难得的 今天生意做了多久了 正常情况 我是五点多就开摊 这么早五点多 这儿有人来光顾这个摊吗 菜市场里面的摊货 一点多就要到批发市场进货 基本两三点就要开摊了 所以小百货 平时的运营是什么样子的 你不需要招揽一下他们吗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 生活了十七八年 还需要用语言去招揽客户 那证明你做生意多失败 哎呀 天哪 我只要站在这里就可以了 别害怕就算了 可以 我只能招揽一下 四颗盖子 四颗盖子 两个盖子 夹子是吧 你找不到我的东西吗 你可以找的 那四颗盖子能挖吗 我呢 这盖子能挖吗 小小盖子吧 小盖子吧 你这个小铺里有这么多东西啊 小百货 小百货 你从明明上讲 它需要有一百样东西 所以它里边的东西 每一个季节都会有所调整 主体是在的 是当着加一些印记的东西 你想这两天就是 做这个清果的 然后这个季节过了 夏天就变成苍蝇拍 苍蝇指 蟑螂药啊这些 都是不停地在变化的 以前也不知道 就是你在摆摊的一个过程当中 顾客来跟你交由 他们要什么 然后你自己去露啊 怎么样 能去把这个生意的局面打开啊 就这样慢慢露出来的 他们其实从我到梁弄来 开始摆摊的时候 就认识我这么多年下来 你看不仅仅是一个客户的关系 它更多的也像一个亲戚朋友了 你跟菜市场的这些人 都处成朋友了 首先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谋生的地方 你看我是个江苏人 对吧 这么远过来当时也比较迷茫 语言也不通 当时就到菜市场来 有一种被迫的感觉吧 那时候我才29岁 开始摆这个摊了 大概有两年都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总觉得这样不太体面 招摇过世 但是当你需要生活的时候 生活是最大的呀 那你采米油盐要从这里 小孩子那时候要去看病 医药费 你不在这里干 你没有啊 那所以别的什么所谓的脸面啊 所谓的那些不好意思啊 自然就放在旁歪了呀 克服掉了呀 慢慢的 我觉得我还挺感激它的 从生活的角度出发 它给我提供最基本的宝藏 从文学 从写作的角度出发 是提供素材的地方对吧 所以物质跟精神双重 都是菜市场带给我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我挺喜欢的了 现在就是 在菜场摆摊17年 小镇上的人爱和陈慧打交道 不仅因为他的书 并因为他面对生活的任性 陈慧出生在江苏如高 三岁时被人领养 直到13岁回到父母身边 她做过裁缝 开过百货店 26岁那年 嫁到浙江 到婚后的生活 并不如意 面对坎坷人生 作为单亲妈妈的陈慧 是如何承受历练的 因写作走红之后 保持人间清醒的她 又做了哪些 出人意料的决定呢 儿子几岁的时候 你就开始出来摆摊了 那儿子大概九个月 十个月的时候吧 那时候是夜里三年多 就来抢摊 那时候这条摆摊的路上 你不来抢 就没有位置了 其实那时候也挺害怕 三年多的时候 你说二十多岁一个女人 路上都没有人 从弄堂里去 天还黑黑的 那很黑啊 从菜市场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狗们也要嘴 有时候头顶还有猫头鹰叫 那真的毛骨悚然的 坚持了大概两三个月 后来看了一个小贩 他来卖东西 他用这样一个车子推的 那我想也行啊 我也可以学他的样子啊 然后我就把我儿子的小推车 改装了一下 改装了一下 就这样开始流动小贩的生活 那现在儿子支持你的这份工作吗 我觉得我儿子非常懂事 在他这个年龄 又比较敏感要面子 对吧 别的孩子会觉得 妈妈这样推着车子 好像挺不体面的 可能不大愿意来到街上 来泡头露面 但我儿子不 他会主动来帮我收摊 并且他来的时候 还会从口袋里 掏个什么饼子啊 掏一盒牛奶啊 妈妈你吃 其实感觉这种 很暖 那必须啊 那你说孩子大了 知道感动妈妈了 知道来帮助妈妈 你觉得世上还有什么事情 比这更美妙吗 那其实很多人了解你 是因为你出了书嘛 上了热搜嘛 有很多人会慕名来找你 有些人 他们看到我的报道以后 跟我聊出书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 大概五十岁的男的吧 自己花了几万块钱 出了一本书 一直堆在家里 但是他还是想出书 他说你出书的编辑在哪里 我要去找他 那我跟他说 你那几万块钱 给老婆买个金镯子 金项链啊 你的家庭地位在家里 那肯定是无可比例的 你非要把这几万块钱 去买了一大堆不值钱的废子 放在家里 体现了什么价值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要客观地去看待写作这个事情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阳明立问 看成一个能给你带来什么掌声啊 鲜花啊这些东西 那你就会失去写作的初衷 我只是认为 我今天这下午 我通过文字 来获得了内心的安宁 那我今天这半天安然地度过了 这些文字带给我最大的价值 所以人间清醒 这个关键词 真的 真的 好适合你啊 非常感谢 欣然接受这个 往返于家与菜市场之间 陈慧说 上午是生活 下午是做自己 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 陈慧爱读书 灵感一来 就抱着电脑写商半天 从2010年末 发表于网络空间的短文算起 陈慧已经写下散文数百篇 菜场作家是如何练成的 又是谁发掘了他的才华 我们一起去陈慧的家里看一看吧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 平时我跟我儿子住在一起 这是我儿子的房间 他平时住宿嘛 然后还有一个 我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就是 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写东西 所以下午的时间 基本就自己待在这儿 我是比较喜欢买书的 别的没什么爱好 就是吃啊穿啊 都不是很在乎 但是如果这么说 我觉得我想看 我喜欢看 我就非要把它买到什么位置 真的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儿满满的都是 是啊 你觉得你小的时候 开启对于文字的兴趣 是受了谁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跟家庭有关系的 你看我小时候在苏州农村长大 把棒冰才三分钱一根 烧饼可能才七分 我记得我养父 带我到县人民医院去看病 县人民医院跟那个 新华书店并不远 跑到那个清华书店里去 我记得当时选了一本是 三百六十五页童话 那本书是绿色的 上面还有一朵好像那个玫瑰 还有一本是 格林童话还是什么的 我不记得了 这两本书 当时都是二十多块钱一本 那你说可以买多少烧饼跟棒冰啊 但是我养父他就是 毫不犹豫的就 他没有说 哎呦这么贵你不要买 那你喜欢看就买 所以说 在我们村这里 我估计就是 他是最舍得花钱给孩子买这个的 最初写作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要不我把客户空间打开给你看看 好呀 就在这里 那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号 刚刚开头呢 其实你看 最初写的 其实自己都觉得挺搞笑 你现在会回看当时的那些文字吗 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好的 这个写的就比较矫情了 读起来 跟我们念念 这辈子从来不知道爱的滋味 只是自己不敢爱 守着一个人的西风月 哭也是自己 笑也是自己 你看标点符画都没有 当时不会 对 女孩子最美的时光里 忧也有 仇也有 一个人独来独往 有着无奈的坚强 可以避世 可以背着壳儿悠悠行走 看看城市的风景 多矫情啊 你说 如果放到我现在的话 你觉得我会写这些东西吗 不会 你现在不能接受这样的词到吗 就觉得好像呀 打个比方就是 你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你去看三四年级的一个小学生写的作文 就是那同样的感觉呀 你看 这个字都 D跟D都是错的 然后标点符号都是模糊不清的 这其实也不能算文章了 那个时候D的D都分不清楚 我是职业高中 所以 不见边儿的 对 这也就是说很多有些人来找我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一个职业高中生 一个白嫂他们能写书 他们也能 就是这个 我也不觉得我这个有什么说不出去 学历跟你的人生经历是 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后天的 那你觉得这几年有什么人和事 是特别影响到你的写作和创作的吗 那我觉得是宁波出版社的编辑描良节 因为我两本书都是它编 它是责任编辑 其实我们这样经验型写作的人 不是说专业作家出生了 其实对自己文字还是不自信的 决定出书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的 我说这种都还能出书 不就平时写着弯弯的吗 但是编辑很肯定 那我觉得一个人在非常忐忑的时候 那有人说坚定的站在你这一边 那其实他也在我的人生中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跟他现在还有联系吗 我们能跟他通个话 那可以的 试评一下 他非常好 像朋友一样相处的 可以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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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合作了两本书对不对 对 是的 那你在跟陈辉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就是非常帅直的一个人 我印象中就是第二本书出版的时候 是当时在于瑶这边做一场活动 然后就是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车子去接他 然后山燕姐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骑着我自己的摩托车 然后她就一个人风风活活骑着她的摩托车 很多人都说她的文章不是说用技巧写出来的 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 山燕姐自己发在公众号上的两段文字嘛 很触动我 然后也打动了很多读者 她说我的窗户比我的门更重要 我卧室的小小的简陋的窗户 它关闺着我灵魂的自由 我有的只有两个窗 一个让我趴着 窥视着近在咫尺的凡间 一个让我飘着放纵着灵魂的四处的唐牙 那其实读者一开始可能是从山燕姐的标签 从菜场作家也好 或者草根作家也好 认识到她 但是我觉得真正就是说 让这些读者能够留下来 归分到底她是因为她的文字打动了人 就是留在了别人的心里 谢谢你还帮她记得 读者最初给她的这些反馈 陈慧朴实的文字是她努力生活的佐证 虽然出书是意料之外 但第一本书的出版 对于她和儿子萱萱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儿子如今在临线念高二 周末才能回家 对陈慧而言 懂事而独立的孩子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这对母子间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我发现在度你的人 再久也会来你的后继里边 你有写到说 如果非要我表示 对于写作有什么别的居心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有点资本 教育我14岁的儿子 当时就觉得你作为一个妈妈 总要在孩子面前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 让孩子对妈妈刮目相看了 你的微信自然提上来了 其实我跟我儿子相处模式还挺好的 首先她愿意跟我说心里话 对吧 回来做家务体贴我对不对 会做饭给你是吗 会啊 星期天回来她写作业到中午的时候 把电玩锅擦好 然后我去菜市场接我收摊 回来了我会跟她说 妈妈腰疼不能洗菜 她会到小溪里去洗 她知道我有午休的习惯她会催我 妈妈你去睡觉吧 晚上我会洗的 有时候晚上我们会开座谈会 聊天学校的事情也吐槽也有 她的性格不会说很温柔的 很会 很闻粥粥的不会是吧 好妈妈欢心的这种话不说出来 但是她在生活的细节方面 我觉得她还是充分照顾了我的感受 她不是通常意义上定义的那种 学习又好情商又高 我的孩子就很普通 我也接受她这种普通 就像我一样 我小时候也很普通 其实不怕你笑话 我小时候书学考27分 我一直跟我儿子说了 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还不如你呢 但是你现在看 妈妈也可以出书 是吧 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到一个高度 是吧 你是我的儿子 你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就是说给孩子一个暗示 去鼓励他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对吧 我看到其实你家门口的时候 贴了一张那个贴饰 那是给他留的贴条吗 是这样的 因为我月初呢 要跟着养蜂蜂蜂 就是文艺一点说法叫采蜂 去体验生活 去寻找下一本书的灵感吗 对 你看我在浙江生活了19年了 一直在菜市场 很认真的努力地生活 但是其实我内心对自己 也有一个新的需求 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尝试一种 不同的生活方式 让我的人生多一种可能 我已经16岁了呀 我想是不是趁现在 那孩子高二嘛 那他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该叮嘱他的 其实我都尽妈妈的心做到了 那我也跟孩子说了短暂的方黎 让你体验一下 人生当中 不是说妈妈一直在身边 不惑之年 勇往直前的陈慧 想要跳出现有的身份 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次他要放下赖以生存的小摊 跟着养蜂蜂蜂 一起追随花期 住进帐篷 体验半年的有牧师生活 陈慧能够适应吗 怎么会想到 跟着蜜蜂去旅行的呢 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写东西 那肯定对这种生活 总有点兴趣 然后他给我讲过 好多有趣的事情 半夜睡着帐篷 给风刮到天上去了 在江西的时候说 遇到下冰袍的天气 怎么样呢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生活 真的跟我们平常过的生活 就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挺感兴趣的 打算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这个生活 那你有没有很担心的部分 我也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 因为我要跟着养蜂蜂出去 过几个月的话 那我心理上要库建一下 然后我就去采访他们 有什么收获 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有的人他说 他说太苦了 你不要去 那个帐篷里下雨很潮湿 那有的人他觉得这是一个生活 他接受这样的生活 有的人他觉得很享受 因为他可能从十一二岁开始的时候 他就去养蜂 他沉浸在其中 他跟我说的一句话 他就说 陈慧你也不要问东问西了 当你决定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进入其中 最重要是你的感觉 就像小马过河一样 要你自己踏进那个水里面 你才能够知道生前 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就是到了那儿才会有不一样的灵感 我想用一个善情的话 就是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我们节目呢 有一本答案之书 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上面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特别的育儿心得 我们也期待 早日能够看到你最新的作品 好的 未来有更多的可能 我希望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做一个更懂孩子的妈妈 我的妈呀 陈慧的人生经历了不少坎坷 这些风雨在她的叙述中 却变得不止一提 唯有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文字 如一阵暖风 吹过热闹的街市 吹过充满烟火气的菜场 吹进了每一位读者的心里 陈慧的务实与诚实 真实而坦然 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力量 看到了每一位妈妈 都有无限的可能 我的妈呀 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